距離卸任只剩兩個禮拜多一點 還得面對在野立委 提案修健保法62條 針對健保總額支付制 從支付上限制修改為支付目標制 醫療支付點值固定1.9.5元到1元 不足部分由政府公務預算補足 微福部試算 這麼一來健保預算至少增加700到1100億 年底恐怕糟糕調漲保費 保障固定點值 衛福部職員無法執行 但八大醫事團體發出聯合聲明表態 支持修法 醫界表示現行總額制 是將政府預算不足 健保費用上漲壓力 轉嫁給醫療機構 醫護人員承擔 實施二十年來 浮動點值甚至出現0.6到0.8的 不合理給付 108年開始 台北分區的這個浮動點值 幾乎沒有超過0.8 那醫院現在還勉強能夠撐下去 賴總統講的都是大家有愛心 那也有一部分是在做功德 朱毅宏點出健保財務問題 不只醫療費用成長太快 更在於給付項目包山包海 像是政府訴求癌症防治 罕見給付 甚至是慢性病治療昂貴儀器引進 偷偷從健保預算中撥付 但有些事應該是從國建署或其他單位來處理 健保店直角力短時間難以找出答案 加上520內閣就要換人 恐怕還得由醫生出身的賴總統上任後好好處理 進行黃捷黃榮參報道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淨善淨美 淨好新聞